很多人都会说父亲的爱比较保守内藏 往往在最危急时刻才会表现出来 其实和母亲一样 父亲也会疼爱和保护孩子 也会为孩子遮风挡雨 在繁忙的生活中 父亲除了要当孩子的避风港 他们也必须为维持家庭生计默默付出 东奔西跑 尽他所能给予孩子最好的教育 过比较好的生活 而这也可能导致父亲和子女的关系 比较疏离 不过餐厅业者就表示 和往年相比 今年的父亲节订单比去年来得多 一般父亲节都是不会很早就预订 但是也是有啦 订单也是有一般只是到了几天前才来预订 但是还是有那个要求 所以今年的订单也是算是蛮多的 比起母亲节肯定是少 但是比起以前的父亲节呢 现在的人比较会注重父亲节一点 一名在餐厅用餐的老伯伯就说 过去几年他的子女都会在父亲节这一天 带他到餐厅吃饭 但是今年就比较不用 因为是他的孙子带他到餐馆庆祝父亲节 而他认为最近几年父亲节也逐渐热闹了起来 现在比较多一点了 以前比较少一点 差得很远了 一年一年下来 现在我看了进步很多 现在比较热闹 好像是开通热闹一点 以前比没有这样 进步了很多 就是这样 不论是父亲或母亲 对于孩子的成长都起着深远的影响 只是在传统观念的限制之下 父亲容易被忽略 为了避免出现子育养儿 亲不在的遗憾 为人子女的您还是尽快行动 向双亲的养育之恩表达谢意吧 NKV7 槟城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